自私与邪恶是一回事吗 我们日常生活中或者说电视剧里面 都会把那个坏人描述的是一种自私的 也把会特别是集体主义 利他主义的这种教育背景下 会把自私或者叫利己主义 看成是一种邪恶 甚至认为就是自私利己主义 就是邪恶的来源 那么这个是一回事吗 实际上答案当然不是 no 当然不是一回事 no it's totally wrong 不是 不是一回事 那么自私的话 他的对立面我们一般生活中都说 所谓的自私我们不显成自私 我们说是利己 我们一般有的时候会把利己看成 和利他是对立的 就所谓的中国国学里面 就有所谓的这个杨猪和莫子之间的对立 杨猪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莫子是摩羯放纵以利天下 人之初性本善里面 就性善性恶论也认为就是性恶就是利己 其实这种对立都是虚假的错误的对立 他们之间根本不是对立关系 利己和利他不是对立关系 为什么 因为你的利己原则只要稍微推广一下 你就会发现互相帮助 互助 实际上会实现利他 互助的话会使得利己自己得到更大的利益 会算你啊 精致的这个理性个体都会计算的 就会发现利己你通过利他使得整个大环境 整个环境背景得到提升 那么自己会得到更多的这个利益 对吧 所以没有必要为了利己而损害他人的利益 最后使得自己利益本身得到损害 所以利己最终会通过互助的形式变成利他 这两个东西的目的是一样的 这两个目的是同一个目的 就是实现整个环境的改善 环境的改善 整个合作环境的改善 所以 真值并不是来自于你要利的对象是自己还是他人 因为人类共同体合作起来 双方都会得到好处 那么真正的邪恶啊 真正的邪恶 就是所谓的善良的真正的对立面 这个恶他来源来源于哪里呢 啊 来源来来源于哪里呢 这个就你要去掌握一些辩证法 你才能理解 其实他最终来源 真正的邪恶表的 我们分几种人啊 一个是 利己 就叫做所谓的 叫所谓的 害人不利己 一个叫害 害人不利己 害人利己 还有一个就是害人害己 还有一个叫利人利己 还有一个利人害己 还有一个利人不利己 我们刚刚说了利人和利己 就利他和利己 实际上都可以是看成是善 因为这个利人害己 他最终如果利人整个环境改善了 会使得自己获益 那所以他是善的 利人不利己也是的 是善的 利人利己当然就是善的 那么害人害己 害人害己可能就看成是 这是邪恶的 是邪恶的 害人利己 这个最终害人利己 如果他目标是利己 暂时害人 那你这个利了己之后 自己能力提高了 能够让整个环境改善的话 对 你害人利己了之后 你变厉害了之后 如果最后你发现 你只能通过害人才能利己 你这是不可持续的 你知道吗 你最终会转换成 最终会你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 这个是有限度的 自己利益得到满足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害人会不利己的时候 你就会掉转过头 他会转化 他会转化 变成 变成利人利己 所以这个最终会通过一种互助的方式转化掉 所以他也 连强也可以算是善的 那么害人不利己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恶了 所以唯一的邪恶就是这两个 一个是害人不利己 还有一个是害人害己 害人不利己和害人害己 我们看这两个是 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是演化出来的 在卢梭 法国文学家 就是在卢梭那边 有一种区分 有一种区分 一种就是利己 利己主义 自爱主义 egoism 它就是所谓的 两种爱的区分 这种爱叫做love of self 叫amore this world 然后还有一种是 另外一种 就是爱自己 就不是利己 就是爱自己 对自己的爱 爱己 或者什么叫自爱 自爱 另外一种爱叫做love proper proper proper就是love itself 就是爱本身 爱本身 爱己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爱 还有一种叫爱本身 那么从爱己 是可以产生这种爱本身 人的纯粹的爱就是一 这我们讲一下它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爱己的话 爱自己自爱 它是怎么样的 一个人 他要获得某个 他要获得某个他的目标 比如说一个蛋糕 一个蛋糕 他要获得这个蛋糕 是他的目标 中间有一个障碍 就是什么 他考试考的60分 考的很差 他一定要提高这个考试成绩 他考100分 100分家里面讲的他一个蛋糕 我这样说吧 这个小朋友 他想要这个东西 满足他自己 这个东西满足他自己 这个就叫做爱自己 love of self 这是自爱 但是在自爱的过程中 他要克服一个 一个obstacle 克服一个障碍 中间有个障碍 要把这个障碍也克服了 这个过程中还是自爱 后来当他发现 这个障碍很难克服 或者说久而久之 这个蛋糕 他已经对他没有吸引力了 他在克服障碍的过程当中 获得的这个快感 获得的成就感 比蛋糕本身更有价值 所以他以克服障碍本身 做一个目的 而这些蛋糕就虚化了 这些最终的 他本来的那个目的 或者说他为自己获得好处 自立的这个目的 本身让位于克服障碍 克服障碍的这个目的 大于自立的 了解吗 就有些人 比如说一些PUA的那种男性 他其实最终想要获得的 不是那个那个性 最最终的那个性快感 或者怎么样的 他最终的他过程 整个他想的是过程 你们所谓的这个玩意 就是享受过程 享受了一个 克服中间障碍的一个过程 享受过程 那么 比如说你在一个竞争的关系中 自己和他人的利益 是一个竞争关系中 你要克服的障碍 很有可能 自我与他人的利益 暂时有竞争关系 暂时有竞争关系的情况下 比如说一个班级里面 就那么多 就那么多人 就考第一名才可以 才可以拿吃到蛋糕 那么他就会 以克服障碍本身作为目的 这个时候他就会通过 损害他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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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他的目的 他在损害他人利益的过程当中 他自己的利益 并没有得到满足 因为这个时候 他已经从自爱 变成了一种爱本身 已经从为了达到目的 变成了不停地去克服障碍 才能满足他的欲望 他的欲望这个时候 已经不是一种指向 他自己的欲望了 而是一种 指向欲望本身的欲望 这种叫指向欲望 本身的欲望 这个时候就会陷入一种 本来是要满足自己的需求 满足自己的利益 后来就要变成损害他人的利益 以损害他人的利益 作为这种爱本身 爱本身 love proper 足够所谓的love proper 他的目的就变成损害他人的利益了 那么这个时候 损害他人的利益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 这个时候爱就转换了一种 嫉妒 爱就变成一种envy love就变成 转换成一种envy love转换成envy 它是经过的一种love oneself 爱某人自己 变成love itself 爱这种爱本身 最后变成envy 变成极度别人 它是经过的中间这么一个转换的过程的 你把这个爱克服 克服障碍本身当成目的 而不是把满足你的欲望当成目的 而是把维持你的欲望 因为只要这个障碍一直在 你就可以维持你的欲望 对不对 这个就是欲望的辩证法 欲望的辩证法本身意味着 就是欲望并不是以满足它为目的的 欲望的目的在于维持这种匮乏状态 维持这个欲望 这里面有一种病态的快感 这种病态的快感就是邪恶的 it's evil 所以邪恶是从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 邪恶来自于此 邪恶来自于不知足 不知足 这种love itself 意味着它是没办法被满足的 因为它就要不停地处于一种匮乏状态 不停地克服障碍 那么什么东西可以让它永远有障碍在那边 就是挤住他人 因为他人的存在会一直在那边 因为他人的存在 他人的满足 他人享受爱欲的那个状态 你是一直可以去幻想去投射的 所以最终这种 对于障碍本身的 不想彻底满足 想不停地去克服障碍 不停地去 就是你有 举个例子 打斗塔 最后就是基地推掉就行了 但是你就是要杀 不停地杀人 你满足这过程当中 这个杀对面英雄的这种快感 他不能让你胜利 但是他可以让你感到厉害 可以有一种病态的快感在里面 这个时候就产生了邪恶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邪恶实际上来自于 并不是利他 并不是利己 邪恶并不来自于利己 和利己对立的是极度他人 叫极度他人 极度他人 和利己真正对立的就是极度他人 那么现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 现代社会实际上就是通过这种envy阻止起来的 通过一种envy阻止起来的 我们再讲的远一点 我们再讲的远一点 这都是秦瑟克在 less than nothing最后一章里面讲的 差不多是980个左右吧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现代社会的话 它和古代社会不一样 古代社会是一个等级制社会 hierarchy 等级制 等级制是可以克服envy的 为什么 等级制可以克服envy 等级制比如说最上层是皇帝 王 然后王 公 侯 什么佛 子 男爵 这些有普通人 等级制是社会里面 一个人 他 他自己如果说身处低位 是个不一 就是理私众人 身处低位是个不一 他 不会 己恨 他能克服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他会认为有一个整体性的制度 有个等级制那边是原因 他会以等级制作为他的反抗对象 他有反抗等级制 他不会集困具体的个人 他不会集困具体的个人 因为这是整个制度导致的 因为这是整个制度导致的 这是整个制度导致的 这是在前现代社会啊 但是 当代社会因为他讲究这个工业效率 所以而且他把等级制推翻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另外三种东西来替换等级制 当然等级制本身在比如说科层制里面也会继续有 比如说在科层制里面在官僚官僚体系里面继续有等级制 他在大部分情况下被推翻了 那么还有第二种代替等级制的去神秘化 我叫去魅 他会把等级制消除掉 或者把这个社会当中的那种 自己看来不公平不平等的分配关系 还有就是说地位关系 这是第二种 第一种就是现代社会依然在局部保留等级制 第二种就是在大部分状况下 他是把等级制给去魅了 Demystification Demystified 他变成一种 他告诉你所谓的社会的地位分配 实际上是一种复杂的经济斗争 还有那个社会交往的一个产物 那么就这个时候人也不会嫉妒别人 人也能够去认同现有的 也不叫认同就是能接受现有的这种高下之分 我是平等百戏 你是掌握权力的 掌握很多资源的 为什么 因为可以去神秘化 这并不是因为你有神秘的本质 而是因为 有非常复杂的比如说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些张力在那边 我是没有遗产继承的 我是没有家庭教育背景的什么 这叫去神秘化的 还有第三种叫做偶然性 偶然性 就是偶然化 contingency 偶然性 就会告诉你 就热透彩票吧 他天生命好 所谓的命好 这个时候也相当于是 但是他和古代的等级是不一样 等级是会把它描述说是一种必然性 它是一套政治话语缝合起来的一套必然性 那么第三种情况的话 就是通过偶然性来克服 就他命好 他天生命好 老天爷的 他让他中彩票了 或者让他就是说 考试的时候就成绩好 或怎么样的 运气好 接受教育好 头呆头的好 这个是第三种 偶然性 那么第四种的话就是 第四种的话就是 投射到未知 叫复杂化 复杂化 complexity 复杂性 就是说 社会地位的决定 我是身处低位 你们身处高位 为什么 因为背后有个很复杂的社会机制 比如说有什么市场上看不见的手 使得这些资本家 初期入海的 有一些资本家运气好 对不对 因为有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 市场规则 市场规律是 这个是 它不是偶然的 它是背后有一套机制在那边 比如说 我也是公务员 你也是公务员 那为什么我就没办法申签 他有办法申签 他就会说背后一个很复杂的机制 他的能力和这个系统所要求的那套那个能力更匹配啊 或怎么样的 也可以迂回的去克制 这四种模式都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克制人的envy 意外啊 envy 那么实际上 envy之所以会产生 并不是因为 我们通常所说的 极度啊 这种极恨 极恨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德不配位 比如说这个人水平很差 但是他还是身居高位 我极恨他 这种极恨不是真正印象的极恨 不邪恶 他不邪恶 或者说 他并不是真正印象的一种 负面的邪恶的 可以会带来那种损人不利己 那种纯粹邪恶的那种envy 真正的envy 它来自于德配欲位 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矛盾 为什么现代社会 要四种这种 我们之前讲的四种模式 来克服这种envy 这种极恨 因为德配余位 是现代工业化社会 它这个自然阶级 主导的国家 相互竞争的一个必要的产物 所以它会使得这个envy 很容易产生 为什么 因为它要求德配余位 就是能力强的人 能力强者 必然居高位 因为它要整个社会工业化体系 它要求效率提升 这个能力强 所以当一个人面对 他身居低位的一个人 面对这个真相之后 他才会产生真正一项的envy 他会面对到一个traumatic的现实 自己挫 不是因为有德不配位 有等级质 有偶然性 有复杂的背后的原因 或者是有某种客观的社会规律 使得那些能力弱的人居高位 而恰恰这个悲惨的现实 就是自己能力弱 自己没有 了解吗 这个是现代工业社会 一个特有的一个结构 就是modern society 特有的 就是envy产生的真正原因 并不是因为看到 这个社会上很多 失位素材得不配位的人 而是看到 真正看到就是邻居 就是比我强 他就是比我厉害 就是品德比我高尚 就是头脑比我清晰明白聪明 这个时候才会产生 真正意义上的嫉恨 这种嫉恨是会造恶的 会产生恶的 就是弱者认识到 他自己身处低位的原因 就是因为自己没本事 没能力 真的意识到这一点 真的接受这一点的时候 他就能产生恨意 就会作恶 但是我并不是说 对这些东西造成 说他不应该这样做 这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他必然产生的一个结果 因为总有人在某些地方是 因为他会 现在资本主义社会 他会对于人的某些能力 有一些过分的一些需求 比如说工业能力 比如说理科 比如说设计类的 比如说一些代码编程 这些能力 而对于一些情感上的美德 比如说自尊自爱 还有一些心灵上的 道德上的一些美德 他是不加以支持的 对吧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所谓的能力强 其实他并不是一个 普遍的能力强 并不是说这个能力 而是一个动态的 在一个环境当中 生产体系当中的能力强 但是这就会产生 真正意义上的这种envy 他会产生这种 邪恶的 邪恶的 会导致一种 损人不利己 损人不利己 利己并不邪恶 损人不利己才叫邪恶 为了去 获得 克服 障碍的那种快感 错误的以为 不停的损害别人 就可以 满足自己内心的这种 空虚的这种渴望 这种渴望并不是以 让自己获利 为目的的 这种渴望就是以 损害别人为目的的 那么这种 这种病态的这种 这种东西 自我牺牲性的 自我伤害性的 甚至它是一种自毁欲 它是一种自毁欲 它是一种求死欲 它是人求死欲的一种 就是以一种病态的循环 本身作为目的 它无限循环 无限循环 它不想停下来 它本身这个欲望 它不是为了追求 满足欲望 而是为了追求 欲望本身的存在 那么这个过程 就会变成一种 邪恶的状态 一种病态的状态 就是我们所说的 无限革命论 实际上就会被 看成是一种邪恶 无限革命论 无限革命论 就是托洛茨基主义 实际上它是一种 Pure Evil 托洛茨基主义 或者我们就 雅各宾派的 罗伯斯比尔主义 山岳派 山岳党人那种 它是一种纯粹的恶 但是 用Kager的 这个辩证法来说 当一种纯粹的恶 普遍化之后 Universalize 当一种纯粹的恶 普遍化之后 它就等于 Good 一种邪恶 当它普遍化 当这种邪恶 普遍化展开了之后 它消灭了所有 它的对象 所有的它的那个 它者之后 这种恶就会变成 善 就变成至高的善 所谓的善 其实就是纯粹的恶 所以我并不是说 要把善和恶对立起来 我并不是说 要把这个 利己 利他 利己或利他 这个东西就说 这个东西就说成是 It's good It's善 然后一个 损人不利己 或者损人害己 这个东西就看成是一种恶的 然后把这两者 对立起来 我不赞同这种世界观 我只 我这里描述的就是 邪恶是怎么产生的 它是怎么产生的 因为它是通过 这个利己的原则 自我循环起来 就是从一种对于自己的爱 变成一种对于爱本身的追求 那么什么时候 利己的爱会变成 对于爱本身追求 说明这种利己的爱 本身就有问题 它才会陷入内在循环 它有一个内在的obstacle 一个永恒的obstacle 它没有办法去克服它 它自己内在有一个obstacle 有一个障碍 没办法克服它 所以就是说这种善 内在的有一个问题 这种善里面就自己就有问题 它自己内在有一个邪恶的 它是所以它才能衍生出这个恶 而这个恶 只要它普遍化了之后 它把这个 之前的那个内在的那个内核 给它扬弃了之后 消解了之后 它就能又重新变成 新一轮的一个善 它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利己 什么叫利 了解吗 它重新开始定义了 一个自己的善恶辩证法 善恶的二元秩序 这个恶 极端的恶 因为在一开始所有的革命性行为 所有的损人不利己的行为 所有的革命性的行为都会被看成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 因为你要打破这个 这个所谓的互助的一个秩序 打破一个互助的秩序 打破一个这个互助秩序里面肯定是如果是有人不可避免的献出一些核心的本质性的牺牲 不停的在处于悲惨的痛苦的境地的话 它是可以被打破的 这个所谓的善的这个秩序 它应当被打破 特别是集体的善的秩序 它他妈就要被打破 因为这个时候 不是外在的力量打破它 而是它自己这个利己原则 它自己循环起来了 它自己循环起来 产生了一种极端的恶 它这种极端的恶 就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 它会推翻这个所谓的善的一个大的共同体的秩序 它就会产生新的普遍化的一个新的共同体的秩序 你就会产生新的善 它是这样运动起来的 所以 我这个视频就是要讲清楚 它这个运动善和恶之间的病人法运动是什么运动的 它善里面是如何产生这个恶的 好吧 我并不是说善恶的二元对立 然后损人不利己 就是一种极端的邪恶 我们要去反对它 要恶心 要去鄙夷它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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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也不是这样的 而是说真正的 真正的运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就是从这种envy 这个envy的话 它并不具有在任何既有的伦理语境下没有 毫无正当性 它就是纯邪恶 它就是evil pure evil 但是恰恰是这种纯邪恶 它能够去 极恨 极度的这种纯的邪恶 它能够去慢慢慢慢产生出一种 新的 新的 好的东西 新的 新的一种 互相 获益的一种秩序 它给推翻前一个伦理秩序 所以它也是一种 它虽然是一种纯否定的一种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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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体验 纯粹否定性的一种 一种爱 一种爱欲 但是它最终能够变成一种新的积极的一种存在 新的积极的存在 我们 就讲到这里 也没有 Espera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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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